你知道日本731部队有多残忍吗 二战期间 为了能打赢胜仗 他们研发了一种生化药剂 强行注射进战斧体内 以此来改变他们体内的细胞组织 将他们改造成一支不死不灭的铁甲战士 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731部队才停止试验 但他们却将试验的成果留在了实验室内 注意看 这个被挂在墙上的男人生前就注射过这种药剂 如今已经过去70多年了 他的尸体却依旧没有腐烂 不仅如此 有传言还称日本投降后狼狈逃窜 将带步走的大量黄金身埋在印尼某个小岛上 直到70年后 几个民兵正在森林里休息 这个戴帽子的男人前去林间小道放水 突然被脚下一个神秘的物件吸引 男人捡起来一看 是个外形酷似铁夹子的东西 男人打量四周 想要搞清楚这东西的来历 四处巡视后看到一个神秘矿洞 男人走进去拿出打火机观察里面的环境 可突然 很快 小岛上发现矿洞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人们猜测这里有日军留下的大量宝藏 为了找到这批宝藏 富二代卷毛带着女友专门组建了一个八人的小团队 来到小岛上寻宝 有四名保护他们的雇佣兵 一名建筑工程师查理 还有懂历史的女历史学家图妞妞 几人很快就在小岛上找到一扇木门 当雇佣兵托尼推开木门 矿洞里面瞬间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但为了保险起见 工程师决定先调查矿洞内的情况 摸清楚里面的结构 其他人员则在外面安营扎寨原地待命 但卷毛耐不住寂寞 想和女友秀一波恩爱 可突然 一阵枪声响起 几人迅速找到掩体开始反击 原来这是附近的民兵发现了他们 在他们的地盘 绝不允许宝藏被别人抢补 在对方的火力压制下 他们只能先躲进矿洞 可一颗手雷也跟着扔了紧 一声巨响过后 矿洞的洞口被炸毁 最后进来的那名雇佣兵还被炸得身受重伤 为了找到新的出口 他们只能往矿洞深处走去 工程师查理在前面带路 其他几人紧随其后 没走多远 他们就发现一座木桥 几人行走在木桥上 木桥也随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好像下一秒就要断裂 当众人走到一半时 突然四周灯光亮起 一首日语歌响起 没过一会儿 歌声就停了下来 惊魂未定的几人继续往前走 穿过木桥 他们发现一扇小木门 雇佣兵托尼踹开木门 发现里面是一个小仓库 里面存放着一些生活物资 一个铁架上还摆放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药品 紧接着 他们又找到一处房间 东倒西歪的房间里 突妞妞找到几张模糊但还看得清的照片 随后 他们又找到一处存放着大量文件的房间 根据里面的线索判断 此处正是整个矿洞的指挥中心 可此时 守在门外的托尼身后突然出现一个诡异的身影 房间里墙上的地图 突妞妞根据历史分析得知 这里是日军的一处秘密指挥所 极有可能就是罪恶滔天的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试验基地 得知突妞妞的分析后 雇佣兵队长和卷毛吵了起来 他们认为这里根本就没有黄金宝藏 但卷毛却说他也不知情 但此时他们已经深陷其中 争吵也不能解决问题 他们将先前被守雷炸伤的那名雇佣兵放到一张墓床上休息 随后便分成两队 一队留下来照顾伤员 另一队去寻找出口 可没过一回 受伤的雇佣兵就发现床下有奇怪的动静 他费力地支起身子查看 结果下一秒 事发突然 为了救下同伴 这名雇佣兵也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就跳进地道追了上去 虽然感到恐惧 但查理和秃妞妞也决定前往地道帮助营救 可等两人进去后 已经找不到两个雇佣兵的踪影 幽暗的隧道里 时不时传来阵阵嘶叫 还不时有黑影从他们身旁闪落 秃妞妞手拿尖刀吓得瑟瑟发抖 而就在他们的不远处 他们发现了刚刚被拉下来的那名雇佣兵的尸体 死相极其凄惨 两人害怕决定返回房间 却突然被一个戴面具的人打晕 那名跳下地道营救同伴的雇佣兵 寻找黑影追到一处狭窄的地道内 他只能靠着爬行艰难地向前推进 可突然 一个诡异的东西将他拉入另一个空间 在这里 堆放着无数白骨 和一些还未完全腐烂的尸体 男人听到声响 转身将其击毙 可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 可下一秒 男人将怪物揍翻在地 但同时 他双眼的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 男人只能胡乱开枪来对抗 这突如其来的恐惧 可很快枪里就没了阻碍 没有了武器 男人也彻底地失去了地方 另一边 刚刚被打晕的秃妞妞和查理醒了过来 可一醒来 查理就被戴面具的神秘人按在地上 但神秘人似乎并没有恶意 查理趁他不注意 扑上去一拳将他打倒 掀开他的面具一看 才发现是一个满脸皱纹 脸色苍白的鬼子 从鬼子口中得知 他是二战时期的日本士兵 也就是说 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70年 原来 他也是731试验品的受害者 他曾经被注射过一小部分化学药剂 所以才活到现在 他们还从这名鬼子口中得知 地道里出现的怪物 都是被注射过这种化学药剂的战略 他们形同形狮 没有意识 已然变成了一群吃人的野兽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因为这里的某个地方 还隐藏着一只被改良后的铁甲战士 另一边 去寻找出口的小队也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幸好雇佣兵队长和托尼及时出手 这才救下卷毛的面 干掉怪物后 几人在此处寻找有用的物资 队长轻轻摸了一下身旁的布莲 就使他全部脱落 而布莲后的一幕 令他们大吃一惊 只见一具尸体被挂在墙上 看上去没有一丁点腐烂 随后 卷毛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只注射器 里面还残留了半管金色的药水 卷毛这时才明白 这里就是一个实验基地 而刚刚出现的怪物和这位被挂在墙上的干尸 都是实验品 并没有什么黄金宝藏 卷毛的宝藏梦也彻底破碎 队长和托尼还在一旁嘲笑卷毛 卷毛虽然有些崩溃 但转念一想 也许这只能够把人变成怪物的药剂比黄金还要珍贵 他和女友商量 既然得不到黄金 那就把这些药剂带回去 为了寻找出口 队长和托尼拉开了一扇铁门 而里面的东西才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他们激活了这里的开关 让这些生化士兵苏醒 而这些士兵 正是那名鬼子所说的那只不死不灭的铁甲战士 带头的铁甲兵将队长砍伤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立马掉头就跑 可突然一把刺刀刺穿了他的身体 当场牺牲 剩下三人赶紧逃入地道 但这里也是怪物的老巢 随后队长发现了队友的尸体 但怪物却没有给他哀伤的时间 一个怪物从身后袭击了九个 队长赶紧上前帮忙 紧接着另一个怪物进攻卷毛 还好他眼疾手快 捡起一根尖骨刺进了怪物的身体 这才将怪物击退 三人趁机赶紧逃命 三人从洞口爬出来后 正好遇到查理 卷毛还深受重伤快要死去 看着奄奄一息的卷毛 女友偷偷拿出那只药剂 想死马当作活马医 直接就给卷毛注射了进去 没过一会儿 那群铁甲兵就从洞口追了出来 几人赶紧逃跑 但此时 这群铁甲兵已经完完全全成了杀戮机器 为了将剩余的几人全部解决掉 他们找到那群怪物并解开他们的头套 随后怪物们找到他们 并发起攻击 哭妞妞捡起地上的石头砸向怪物 哭妞妞彻底杀疯 将怪物的头砸得稀巴烂 而卷毛女友却不顾他们死活 将卷毛扛起来就跑 躲在一个隐蔽空间将铁门反锁 几人无奈只好另找出口 女友很快就找到出口 就在他返回准备将卷毛一起带走时 卷毛突然睁开双眼 一把抓起女友的头往墙上猛砸 女友很快就昏死过去 兔妞妞他们逃到另一个房间 铁甲兵们也紧随其后 两个男人只能先挡住铁门 让兔妞妞找到出口 兔妞妞拼尽全力拉起下手道的脚盖 队长让查理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为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铁甲兵很快冲破铁门 队长知道敌不过这群铁甲兵 却依然挡在身前 但即便他身经百战 也敌不过这群不死不灭的武士 紧一刀 他就光荣地牺牲了 兔妞妞和查理来到下水道 铁甲兵们也跟了过来 无奈之下 兔妞妞和查理只能从水下的一处按到游去 兔妞妞很快从一处池塘里冒出头来 可却怎么也不见查理的踪影 他只好先游上岸 可还没等他喘过气来 一名铁甲兵就破水而出 慢慢地朝兔妞妞走去 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铁甲兵浮出水面 电影就在这开放式的画面中结束 导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局 而是给观众留了一个悬念 最后这群铁甲兵到底何去何从 会掀起一场怎样的风雨 只能留给观众自己去想象 也许这是导演为了拍摄第二部所作的铺垫 但是直到今天 死亡矿坑的第二部始终没有着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里是电影金山脚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